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本节课我们来学习TCP协议的流量控制 那么流量控制呢是属于这个TCP协议它特有的功能 那么对于UTP或者说对于别的一些协议呢 它都是没有这个流量控制的 那么对于这个流量控制呢 其实在实际的企业环境当中呢 也会经常利用到这个流量控制 去对一些流量进行相关的控制 那么因此呢这里面的流量控制也是属于比较重要的内容 那么什么是流量控制呢 流量控制简单的来说就是说 接收方希望这个发送方把这个数据发送的慢一些 那么一般的来说呢 我们都希望说这个流量发的越快越好 但是这里面呢我们需要考虑一些实际的情况 就是这个接收方可能不能那么快的去接收很大的流量 所以呢这个时候希望这个发送方把这个流量发送的慢一些 那么这个呢就是流量控制 因此呢流量控制它的意思就是说 让这个发送方的发送速率不要太快 那么这里面的流量控制呢 它是使用这个滑动窗口来实现的 那么这里面的滑动窗口呢 是我们前面在学习可靠传输的基本原理的时候 我们知道的这个滑动窗口 它是这个连续ARQ协议里面的一个重点的概念 那么这里面呢我们需要知道的是这个流量控制 它是使用这个滑动窗口来实现的 那么这里面呢我们先对这个窗口进行一个回顾 那么在前面我们在了解这个TCP协议的头部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有窗口的这么一个数据段 那么窗口呢的意思就是说 窗口指明允许对方发送的这个数据量 那么前面呢我们也对这个窗口结合这个确认号进行了一个运算 比如说这里面我们假设这个确认号呢是501 那么如果说这个时候窗口是1000的话 那么就表示说发送方你可以发送从501到1500 这里面的1000个字节的数据 那么这个就是窗口在起到的作用 那么这个滑动窗口它是怎么样进行这个流量控制的呢 我们接下来通过一个例子去理解 在这个例子里面呢有这个发送方和接收方两个计算机 那么从上往下的呢就是他们之间交互的一个时间轴 那么这里面我们先假设发送方 他发送了一个序列号为1的这个数据 假设这个发送方发送了100个字节 那么接下来呢发送方还可以进行第二次的发送 那么这个时候呢发送的序列号呢就变成101了 那么这里面我们也是假设这个发送方 他发送了100个字节 那么这个时候呢接收方他就接收到了200个字节的数据 那么这个时候接收方如果说他需要确认的话 那么他就可以发出一个确认的消息 那么确认的消息呢这个ACK确认号呢是201 那么201呢是期待收到的下一个字节的这个序列号 并且添加一个数据说当前的这个窗口为300 表示说你还可以发送300个字节的数据 那么这里面呢我们需要知道的是 如果说我们需要确认的话 那么对于这个TCP的标记呢 这个ACK的标记呢他是要为1的 那么发送方在知道了这个窗口为300之后呢 他就可以继续发送300个字节的数据 那么接下来他首先可能发送了这个序列号为301的这个数据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假设发送方他发送了100个字节的数据 那么发送了100个字节之后呢 发送方只能再发送200个字节的数据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假设发送方下一次发送呢 发送了200个字节的数据 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序列号是401的 这里面我们假设这个发送方发送了200个字节的数据 那么这个时候呢接送方就可以进行一个确认了 确认说我们当前已经收到了601 11号之前的所有的数据了 但是呢现在这个窗口大小为0 那么你呢就不能进行这个数据的发送了 那么这个呢也就是通过这个窗口的大小来控制对方的发送数据 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接收方呢 他可以调整这个窗口 告诉对方说我当前还可以接受多少的数据 那么通过这个窗口大小的控制呢 我们就可以实现这里面的这个流量的控制 那么这里面呢我们再把这个例子继续的运行下去 那么假如说接收方他在发送了这个窗口为0之后呢 他马上的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 他处理之后把它交给这个应用层 那么一段时间之后呢 这个接收方他又可以接收新的消息了 那么这个时候接收方就可以向这个发送方发送一个消息 告诉他说当前呢我的窗口可以接收1000个数据 也就是说这个接收方他调整了这个窗口的大小 并且告诉这个发送方 那么发送方呢在接收到这个消息之后呢 他知道接收方可以接收1000个自己的数据了 因此呢他又会进行这个数据的封装 并且把这个数据发送给这个接收方 那么这个呢就是接收方通过调整这个窗口的大小 通知发送方继续的进行这个数据的发送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来考虑一个特殊的情况 这里面我们假设这个接收方 他在通知发送方我的窗口调整为1000的这个消息 在网络中传输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丢失 那么这种情况下面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呢 我们先来考虑这个发送方 那么发送方呢他是会一直在等待 因为呢发送方他还是以为说这个接收方的窗口为0 所以呢他一直等待他的窗口调大 以进行这个新的数据的发送 接着我们再来看这个接收方 那么接收方呢他已经把这个窗口调大的消息 告诉对方了 那么理论上呢发送方在接收到这个消息之后呢 会把新的数据发送给我才对 因此呢接收方也会一直在等待 所以呢因为这个网络的丢失导致发送方和接收方都在相互等待 形成这个死索的这个局面 那么可能在这里面可能是同学就会有疑问了 那么TCP不是可靠传输的吗 那么这个消息为什么会丢失呢 那么我们在讨论这个TCP的可靠传输的时候 主要是从这个数据的角度去考虑的 也就是说对于TCP的可靠传输呢 都是对这个数据的确认 比如说这里面的序列号 以及确认号呢 都是对数据的这个字节进行确认的 那么对于特殊的消息 比如说这里面的窗口大小调整的消息呢 其实是没有这个超时重传的这个机制的 那么这样子呢就会导致这个消息丢失呢 会引发发送方和对接收方形成这个死索的局面 那么这个死索的局面怎么解开呢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就会学习到本章所学习的第二个定时器 坚持定时器 那么这个坚持定时器呢 是本章学习的第二个定时器 那么在前面呢 我们已经了解了第一个定时器 是这个超时定时器 那么这里面的这个坚持定时器呢 是第二个定时器 那么这个定时器呢 它主要是解决这个死索的这个局面的 那么当这个发送方在接收到窗口为零的时候呢 它就会启动这个坚持定时器 那么这个定时器呢 每隔多时间 它就会往这个对方发送一个窗口探测报纹 通过这个窗口探测报纹呢 它就会询问到对方 你的窗口有没有增大 那么这样子呢 就可以解决这个死索的局面 即使说这个接收方 它在发送这个窗口调大的消息 发生了丢失 也不会导致死索的这个情况 因为有这个坚持定时器呢 这个发送方呢 它会每隔一段时间去询问你 这个窗口有没有调大 那么如果调大的话 那么就进行新的数据的发送 那么这个呢 就是坚持定时器的作用 它主要是解决 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死索的这个局面的 最后呢 我们简单的来回顾本节课的主要内容 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那么第一点呢 我们先要知道的是 这个TCP协议呢 它是使用这个滑动窗口 来实现这个流量的控制的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引用了一个例子 通过这个例子 去了解这个滑动窗口 它是在怎么样的过程里面 去实现这个流量控制的 那么接着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这个坚持定时器的作用 在这里面我们需要知道 这个坚持定时器呢 是本章的第二个定时器 并且呢 它是为了解决 死索的这个局面而产生的 那么以上呢 就是本节课的主要内容 那么绝对实现这个编续